这一餐饭,是望险夫妻两人相认之后,单独相处的第一餐,两人吃得是香甜无比,果然,这一餐的饭菜料足新鲜,火候嫁到好处,姑娘果然是喜欢被夸的,胃无限吃得心满意足,擦着嘴跟蓝旺姬说,蓝湛,这菜确实是真的很好吃,但是,我觉得,觉得怎么了,蓝旺姬正喝着莲藕排骨汤,抬起头来望着她。 觉得有点,被打扰了,蓝旺姬停住了手里的汤不语,她懂得魏无限的意思,他们夫妻相认,现在最需要的是独立的空间,来表达他们前世今生的情谊,而他们俩走到哪里都招人眼,今天跑到这农家小院也不是办法,吃餐饭说几句话可以,想要亲密一点就不行,不方便也不安心。 我们吃完饭再见面,吃完饭再见面就没多少时间了,你又那么早睡,蓝旺姬沉默了,心里承认魏无限说的有道理,蓝湛,要不等江城回法国,我们到江南小住,那里不会有人打扰,但就没饭吃,得叫外卖。 蓝旺姬放下汤碗,点了点头,我们可以做饭,做饭,算了吧,我可不会做饭,你肯定更不会,别把厨房给烧了,叫外卖就叫外卖吧,还能换着花样吃,再商量。 嗯,那我们先回去吧,你回家都要太晚了,魏无限依依不舍又无可奈何地说,好,先回去,可是我舍不得怎么办? 魏无限接着嘴问,蓝旺姬看着他也不知如何回答,确实,他也是舍不得离开,但能够怎么样呢? 他们才确认了前世今生的关系,还只在偷偷欢喜的阶段,要保密,更保密,其他的,现在是不敢想的,蓝旺姬搂住了魏无限,在他的额头上盖上了一个温热的印,魏英,先回家,嗯,魏无限只好乖乖听他的话,收拾了东西跟蓝旺姬走出去,蓝旺姬去前台结了账就离开,那姑娘追了出来,递给他们一张名片, 两位先生,以后多来哦,要来先给我打电话定做,我会给两位好好准备的,蓝旺姬描了名片一眼就走,魏无限小细细地接过名片,连声道谢,低头一看,名片上面印着经理,描春花,魏无限收起名片赶紧去追蓝旺姬,蓝站,等等我,你不用走那么快,到了车边,魏无限打开车门,让蓝旺姬坐了进去, 然后再坐到驾驶座上,系上了安全带准备开车,名片呢,蓝旺姬问,哦,名片啊,在这里,给你,魏无限从口袋里摸出了苗春花的名片给蓝旺姬,蓝旺姬轻轻眠了过来,然后一言不发就把他给撕了,喂,蓝站,你干嘛呢,下次我们来吃饭可以联系的, 今天来有些联系吗?没有,哦不,蓝站,如果我们先联系好拔菜点了,我们不就可以更快地吃饭吗?节省时间啊,蓝旺姬不做回应,深深看了他一眼,淡然地说,开车,魏无限踩了油门,把车试出农家小院, 一路上灯火辉煌车辆穿牛不息,城市的灯火在两人的脸上明灭眼映,一路无话,其实的蓝旺姬想的很多,他和魏无限从前是寻到今生,跑了大半个地球来相认,他是不会放弃的,但是,接下来,我们两人该如何去面对俗世的不同声音,叔父,哥哥,云深不知处,苏州,都是他必须面对的东西,都是他 无法回避的东西,他们当下得小心地保护好这份爱,但不可能一直躲在阳光背后,他们也需要正常的生活,来延续前世的情缘,魏无限按下了车音响,音乐飘了出来,是歌神张写有的一路上有你,你知道吗爱,你并不容易,还需要很多勇气,是天意吧,好多话说不出去,就是怕你负担不起,你相信吗? 这一生遇见你,是上辈子我欠你,是天意吧,让我爱上你,才又让你离我而去,也许轮回已早已注定,今生就该我还给你,一颗心在风雨里,飘来飘去,都是为你,一路上有,你苦一点也愿意,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,一路上有你,痛一点也愿意,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,一路上有你,痛一点也愿意, 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,一路上有你,苦一点也愿意,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,一路上有,你痛一点也愿意,就算是只能在梦里,拥抱你,那动情的歌声响起,蓝王的脸看不见一丝变化,但在一个红灯亮起的时候,他的一只手,轻轻地放到了魏无羡的腿上,魏无羡也松开方向盘上的右手, 轻轻握住了蓝王鸡的手,转过脸来,对着蓝王鸡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,蓝湛,嗯,我在